奋金号太空梭今天展开围棋两天的最后旅程 前往未来永远的家 加州科学中心 在短短12英里的沿路路途上 是涌近成千上万位想要近距离一睹奋金号英姿的民众 见证这段属于美国以及南加的历史 9月21日抵达洛杉矶后 暂时停留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奋金号太空梭 从10月11日晚上11点半开始被拖出机棚 并在10月12号星期五凌晨2点15分 放上高科技平板拖车 正式展开最后旅程 许多太空迷半夜不畏寒冷 守在行经沿线 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刻 清晨5点45分 奋金号抵达拉提哈拉大道 和斯珀佛维达伊斯维交叉口停车场 暂停大约8小时 而现场也涌进大批民众扶老稀佑 甚至带着家中宠物来和奋金号拍照留念 停车场上的工程车还开放民众排队搭乘 从更高的角度俯瞰奋金号 让人兴奋不已 这就是历史 这是第一次的时间 那一段時間有一海宵空船 流到新街市街道 我們在一海內看到一個空船 通過空船 我們未來帶孩子們 遊行逛 所以大家都很興奮 兩個真的合眼 我不太感情 所以我就擺大個機會看 非常好看 很完整 我覺得這一個大部分的歷史 我們尤其是教育 我认为我们的学生有机会 在这个历史上 历史性的一课一定不能错过 上次飞进来的时候我们有去看 这是他这个从机场到这个宝宝 我们也不能错过 下午一点半 奋金号再次启程 原本计划由一辆Toyota Tundra货卡 拖曳奋金号 但最后因为技术问题 还是由平板拖车运载 而奋金号也在大批警力 工程师和众人欢呼声中缓缓移动 结束外太空的一亿两千三百万 飞行距离之后 太空梭奋金号在今天展开 他的第二十六次任务 也是最后一次任务 不过这次行动只有在地面上进行 而航行的距离也只有短短的十二英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时速最快也只有每小时两英里 让所有的太空迷可以好好的 近距离欣赏他帅气的英姿 奋金号行经沿线 都引来围观群众热烈欢呼 为了让奋金号顺利前进 弱势工程单位和水电局 总共砍掉两百六十八棵树 暂时移除两百二十二个路灯 六十三个红绿灯 三十五个电线杆 十一个停车计时器 和两座大型招牌 加上奋金号重量高达十五万磅 工程师还必须在部分路段 铺上两千一百八十片钢板 保护薄油路面 奋金号会于周六上午八点 暂停在英购物广场 下午两点继续动身 预计晚上八点半 抵达永远的家 加州科学中心 并从十月三十号开始对外展示